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思議 好吃 一人謝杰玲做測試 把湯泡麵拿來變成乾麵吃 結果意外發現很好吃 但這一款就不適合 粉拌進去 就他們兩個有點沒有合體在一起 就是覺得就是麵 然後加上泡的那個粉 所以有點像你自己在家裡 煮失敗的料理 有些泡麵乾的吃也好吃 但有些泡麵 就算加了醬料包也不適合單吃 必須連湯一起吃 真的是這樣嗎 泡麵加入熱水 我們拿這款台式花雕雞麵做測試 幾分鐘後等到麵條完全熟成 再分成兩份 湯泡麵和乾泡麵兩款 個別加入一樣的調理包和佐料包等 調味後來回攪拌均勻 端到民眾面前試吃做盲測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這個 乾的 對 我比較喜歡吃乾的 這個比較 感覺比較Q一點嘛 然後有那個酒的香味比較重 民眾認為乾泡麵 較有味道比較好吃 也能維持麵條Q度 但其他泡麵也是這樣嗎 換成這款韓式龍蝦泡麵試試 一樣用熱水把泡麵泡開 分成兩份 湯泡麵和乾泡麵兩款 撒上內附調味包 攪拌均勻後 湯的乾的到底哪款好吃 我喜歡乾的 湯的話是太過清淡 吃起來比較沒什麼味道 明明是出自同一款泡麵 但有湯沒湯 民眾還是覺得有差 測試結果 似乎更愛乾泡麵滋味 儘管每個人口味不盡相同 不過乾吃湯泡麵新滋味 湯泡麵不一定要乖乖泡水吃 也可以做成乾的 反而別有一份滋味 三天新聞熊超微雅婷 台北報導